对于君位传承的顺序 周人做法与商人明显不同 为了保持家族的稳定性 以及血统的一致性 周人所定义的家法是敌长子继承制 而商人的做法则要随意许多 兄子弟计 亦或是再将君位传回给兄之子的事 是经常有的 在后世的游牧民族中 这种做法也是常见的 今天所要讲的这次郑国的处为之真 多少也是跟这种民族文化差异有关 郑武功的夫人住自申国 名为武将 我们知道申国本来是源于 拢游地区的游牧民族 戎祖 他们对于君位的传承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礼法限制了 所以当涉及到 郑国王位继承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位武将夫人 并不是很在意周人的礼法 而是执意要立老二为国君 虽然老大和老二都是由他所生 但是生老大时难产 让他受了许多的苦 而生老二时则要顺畅许多 所以在他看来 老二是更有孝心的 因此他要立二王子为郑国之君 不过当时的国君郑武功 对于夫人提出的 弃长力诱的提议并不赞同 于是武将夫人的长子 最终还是一律成为了郑国的君主 这位长子 就是后来带领郑国 称霸中原的郑庄公 正是因为内部的这种矛盾 于是有了后面的 郑伯刻断于燕的历史事件 其中的郑伯 指的就是郑庄公 而断就是武将夫人的二儿子 也叫公叔断 虽然破于当时朝野的压力 往外暂时落定 但是武将夫人并不甘心 他一心要辅佐自己的小儿子为王 于是在郑武功去世之后 郑国内部就形成了两大派系 一是拥有王位的长子郑庄公 二是有母亲支持的二公子段 由于郑庄公继位之时 段的年纪尚小 对于武将来说 这个时候策划政变来夺取军位 并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他选择了一块有潜力的封地 来续集力量 死期而动 一方面可以巩固自己的根基 另一方面 这期间可以等待段长大成人 以便能够与长子相抗衡 武将为小儿子选定的封地 叫做智 也就是东国故地虎劳 郑庄公虽然不受母亲喜爱 但也不傻 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 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 无异于将性命交于他人 因此郑庄公拒绝了这个要求 不过拒绝的方式也是很委婉的 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 智言一言 国书死焉 脱义为命 意思就是虎劳之地凶险的很 当年的国国君主就是死于此 还是不要把地利安置在这个地方了 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 我都是愿意听母亲大人的 我们知道 郑国东建之后的核心地区 就是东国和快国的故地 其中最为重要的臣意有三个 最北边的东国故地虎劳 中间位长是东建之初 最早的根据地金城 以及在最南边 在快国孤都附近 所建立的新都新镇 既然质地的方案已经被否决 理由倒也无可厚非 那么就只能从另外两个地区做考虑了 只是剩下的选项里 显然选择的余地也不大 新镇作为郑国的都城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都不可能峰峰给城子断 因此最终的峰堤方案 就锁定在了金城 对于郑庄公来说 将这样一个位于核心中央区 而有规模宏大的城邑交给段 危险指数并不会地域出让置地 只是郑庄公既然已经答应了母亲 也就只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了 而峰峰的结果 也正是向着有利于段的方向发展 占据了郑国的中心之后 段很自然的就开始向北和西 两个方向蚕食 路过不出意外的话 郑国将会由北向南一分为二形成对抗 这在礼崩月坏的春秋时期 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靖国的曲谋待一事件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边呢 段在步步蚕食领土 意图很明显 而另一边的郑庄公呢 却显得格外的安静 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对此大神们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却只得到郑庄公一句 多行不义避自避 子孤待之 以应付了事 难道郑庄公真的是不在意 自己的君王之位被取代吗 当然不是 对于一个即将创造春秋霸业的人来说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罢了 考虑到他与段之间呢 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只有当段谋反的意图表露无遗了 他在起兵剿灭叛贼 来个斩草除根 才不用承担道义上的风险 事实也证明呢 这些年郑庄公并不是坐等结果的发生 安地里呢 他一直在默默的筹备着一切 时间来到公元前的722年 这里郑庄公继承军位呢 已经有23年了 时期终于成熟 郑庄公呢 首先发起了攻击 结果是段被击败 不得不向南 跑到了一个叫燕的地方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 南方呢 正是郑国扩张的方向 无论燕帝当时是否以为郑国所吞并 他的附近呢 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大国可以提供保护 因此呢 郑庄公很快呢 又攻下了燕帝 段不得不继续逃亡 这次他的目标 是寻找一个大国来寻求避难 从地图上来看 这附近 魏、宋、鲁三个大国 都是有能力为其提供保护的国家 而段呢 最终选择了越过寄水和黄河 到魏国寻求保护 对于段的这种 忽南忽北的大范围转移 后世的我们可能会不太理解 这样做 难道不会遇到郑庄公的堵截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 有两点 一是春秋之时啊 人口的密度较低 尚不足以铺满每一寸土地 也就是说 陈毅以及他的周围呢 才是人口密集之处 而陈毅丹之间呢 存在大量的未开发土地 尽管他们在名义上呢 可能属于某一个封国 但很多时候啊 不要说军队了 就是普通居民也不会有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的马够快 突围并不是一件难事 另一个原因是 中原府地地势平坦 并没有天然的山脉呢 可以提供可聚首的关口 这让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想法 成为一种奢望 也让围捕者 无法预知 被围捕者运动的方向 魏国将逃亡过来的段呢 安置在自己的西南部 一个叫贡的地方 段也被称之为共树段 这种叫法呢 也可能是因为 他避难于共地而得名 不过这个段子呢 终究是他的本名 他也因此呢 成为了段性的始祖 镇谷的西场内战 之所以被引为经典 是因为他充分体现了 郑川公的老摩胜算 但段正准备主动进攻新政之时 郑川公呢 反手为攻 先发制人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这个是经典出手 不仅坐视了段的谋反的罪名 使自己呢 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同时呢 打乱了段的战略部署 使其一击击溃 趁人在完成内部的整合之后呢 郑川公的这种深谋远虑 也使得郑国能够率先地 从春秋诸国中脱颖而出 经过郑桓公 郑武公 郑川公的三代经营 郑国眼而已经具备了霸主之相 但盛其必衰 郑国日益强大 让周王氏有点坐不住了 并开始希望能够摆脱这种 伟大步调的局面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将来继续了解 郑国是如何在各国的博弈之中 由盛而衰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